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这款适合夏季佩戴的甜美风格香儿葵侧边发夹 这款发夹成品勾置出来花朵和叶子的部分非常的立体 在勾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少量的布织布 5厘米的水滴夹 2.0毫米的勾针 毛线我选用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那我们先从底片的部分开始 首先锁针起针 接着勾置13针锁针 1.2.3 勾置完这一排剩余的锁针 13针锁针结束后 从倒数第二个锁针侧边一根线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回购11针短针 1.用记号扣在每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做标记 2.2.2.3 继续勾转这一排剩余的短针 11针短针结束后 在这一排剩余的最后一个锁针针目里 勾置3针短针 继续从对面这一排第一个针目开始 按顺序 勾置10针短针 10针短针结束 在这一排剩余的最后一个针目里 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第一圈短针结束 在记号扣的针目勾置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 第二圈 从引八针的针目开始 先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在接下来的10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短针 10针短针结束后 在接下来的三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继续按顺序 勾置10针短针 在第二圈剩余的两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第二圈结束 在记号扣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 第三圈 在同一个针目 先勾置一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继续按顺序 勾置十针短针 十针短针结束后 在接下来的六个针目 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三组 一组 在接下来的十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短针 十针短针结束后 在这一圈剩余的四个针目 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再重复勾置两组 在第三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发针 锁一针 在同一个针目 先勾置一针短针的加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短针 继续按顺序 勾置十针短针 十针短针结束 在这一圈接下来的九个针目 按照一针加针 两针短针的规律 重复三组 一组 三组加针结束 按顺序 勾置十针短针 在第四圈剩余的六个针目 按照一针加针 两针短针的规律 重复两组 第四圈结束后 将线圈拉大 断线 再用缝合针 用无痕缝合的方法 将底片缝合 并隐藏线头 接着环绿色线 在第一圈和第二圈中间的空隙处 重新起线 在枝片最中心一排的空隙处 按顺序 勾置十针引拔针 十针引拔针结束后 将线圈拉大 断线 隐藏线 叶子的部分 勾置七针锁针 从倒数第二个锁针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先勾置一针短针 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中长针 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各勾置一针长针 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中长针 在这一排 剩余的最后一个锁针针目 勾置四针短针 继续按顺序 勾置一针中长针 两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 最后勾置一针短针 在这一圈开始的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继续断线 隐藏线头 花心的部分 环形起针 先锁一针 第一圈 在环起的线圈 勾置六针短针 六针短针结束 将环起的线圈拉紧 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第二圈 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勾置一圈短针的加针 重复六组 在第二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第三圈的规律 是在每一针短针内半针的针目 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在第三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钝 钻线 隐藏线头 花瓣的部分 从这一圈任意一个针目 重新起线 先锁三针 从倒数第二个锁针的针目开始 回勾两针引拔针 一 二 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 再勾置一针引拔针 一组花样结束 继续锁三针 从第二个锁针开始 勾置两针引拔针 在下一个针目 再勾置一针引拔针 花瓣的部分 就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这一圈一共重复勾置十八组花样 十八组花样结束后 在这一圈开始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断线 隐藏线头 第二层花瓣 另起一根线 再花心第三圈剩余半针的任意一个针目 重新起线 继续 按照第一圈花瓣同样的勾置方法 勾置完这一圈十二组花样 十二组花样结束后 在这一圈勾置第一组花样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断线 隐藏线头 接着先将水底夹 粘合在与织片同样大小的布织布上 在这里粘合之前 要将水底夹开口的位置 和底部织片引拔针的位置 粘合在同一个方向 最后粘合向日葵和叶子的部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手工的痕迹使它特有的性格 这里的每一只向日葵发夹 都将是你的独一无二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或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记得点赞或订阅